我們今天講的是增強型的MOSFET 那我們現在就舉N通道的 以下講的這些都是N通道 一樣我們有分兩個區 當你看這個是ID電流 積極的電流 橫左的話如果是VDS 那這個叫做特性曲線 積極的特性曲線 那我們這樣子 這個區域是什麼 這個區域都是水平的 它那個電流都固定的 有沒有 都是平的 這個叫做什麼電流 夾子對不對 就叫夾子電流或者把握電流 這是夾子區 或者叫做保握區 那這邊看起來有點像是 閒置線的這個叫什麼區 歐姆區 這叫歐姆區或者電阻區 或者三集體區 好 那麼 它有什麼條件 歐姆區 我們先來想一下 增強型的MOSFET 我們先想一下它的結構好了 增強型跟控拔型差在哪裡 增強型是代表 怎麼樣 沒有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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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通道是必須怎麼產生 靠感應來的 你必須加VGS 加電壓 這個N型的 增強型的MOSFET 請問你VGS要加正還是負 要加正對不對 加正才會把這個電子吸引到上層來 對不對 所以VGS要大於0 大於0 還要大到某一個程度 大到某一個臨界 達到某一個門檻值以後呢 才能夠吸引出這個所謂的反轉層 所以這個叫做臨界電壓 我們讀書的時候 就是要一邊把以前的 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個叫臨界電壓 VTH 意思就是說它是一個門檻 你VGS必須要大於這個電壓 它才會感應出這個通道來 所以VGS 這個要大一點 要超過這個臨界電壓 才有通道 那我又不希望它 雖然有通道 我又不希望它 這個進入到飽和區 我只需要它在歐姆區 那有個條件就是 VDS不能怎樣 不能太大 VDS要小一點 這樣聽懂嗎 所以VDS要小一點 這樣看懂嗎 就是VDS要小一點 VDS很小 第二句話就是這個意思 很小 多小勒 要小過 我們剛講 VGS要超過臨界電壓 你是好嗎 不是嘛 你會比臨界電壓還要再高一些些 對不對 那高出多少 VGS比臨界電壓高出多少 那個部分呢 高出多少呢 還要大於這個VDS 也就是VDS不要比這個 還大 聽懂不懂 這張外組 你就想一下 VGS要超過一個臨界電壓 才會感應出通道 對不對 你不會給它剛剛好 你會給它稍微再大一點 對不對 大多少 就是VGS-VTH 那就是你給的這個VDS 比臨界還要高出多少的意思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好 那高出多少 這個電壓呢 你的VDS 就是你自己要通電流 要加的那個外加電壓VDS 要小於剛剛這個兩者相減的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好 這樣子 是它的條件 這樣才會是歐姆區 可以嗎 好 那甲子區咧 甲子區就是要進入飽和 第一個條件當然要有通道 所以呢 一樣VGS要大於臨界電壓 可以嗎 這樣算OK嗎 可以 好 而且怎麼樣 VDS要過大 VDS就是頭部的那兩個 我覺得D他們覺得S 就這兩段的電壓很差 對不對 VDS要大於什麼 要大於等於 剛剛講的那個 VGS 高 炸起電壓高過於這個 臨界的多少 這樣 聽懂意思嗎 VDS要過大 大於這個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第一個條件 能量是VGS要大於臨界電壓 第一個條件就是VDS要比較大 好 這樣子 可以嗎 這兩個條件 好 那麼 當 條件符合的時候 如果是在歐姆區 我們的電流大小 公式要倍的 K倍 K是一個係數 K是一個參數 是一個參數 K乘以 括號 這個兩倍的 來 VGS-VTH 就是我剛講的 雜體電壓 至少要 超過臨界電壓 超過多少的意思 好 跟那一項有關 還有跟你VDS 之間加了多少電壓 聽懂我意思嗎 你腦筋要出現 那個結構圖喔 你腦筋要出現那個結構圖喔 可以嗎 你那個VDS 跟他有關 對不對 跟這兩項有關 然後再扣掉什麼 VDS的平方 就是這個公式 背一下 可以嗎 好 跟以前我們的 JFET 的 電流很像耶 JFET的電流怎麼樣 ID等於 IDS VDS 來 兩倍的 VGS 減 VP VP是夾子電壓 對吧 你看 很像喔 不一樣啦 這個電壓 這個是夾子電壓 來 VDS 會一樣耶 減掉VDS 平方會一樣耶 對不對 這兩個你要對照 讀書就是要比較 要融會關通 所以你看 這兩個公司 有點不太一樣 好 再來夾子區 夾子區的 是飽和電流啊 飽和電流也ID 這個正常型的 他是怎樣 ID等於 K倍的 括號VGS-VTH 括號的平方 可以嗎 好 那我們跟JFET來比較 我們之前JFET是什麼 ID SS 括號1-VP分之 VGS 括號的平方 來 這個也是長得很像 同學 同學 你如果 你看喔 這兩個我可以把它畫成 像喔 你看喔 我如果把這個 YP除以 我可以這樣寫 ID SS 除以VP平方 乘以 裡面的話就是 VP-VTH VP-VTH 解掉VGS VGS 的平方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寫 對吧 啊 我繼續這樣寫 iDSS除以VP平方乘以VGS-VP的平方 同学 正1平方跟负1的平方是不是一样 A-B括号的平方 跟B-A括号的平方是一样 是不是 A-B的平方和B-A的平方是一样 你认为对吧 所以我这两个对调是OK的 你看一对调以后 你这两个是再来对照 是不是长得太像了 VGS-VTH平方 VGS-VP的平方 G是一个叫做零件电压 一个叫做夹子电压 对吧 对吧 长得很像 这个K这个参数 你看含这是不是 你提出来是不是长的模式 长得都很像 是不是公司长的样子很像 不过呢 你还是要分开背 听懂吗 我只是让你稍微懂一下 你其实呢 你背都要背的 可以吗 好 这个是有关于 要插掉吗 这个要不要插掉 这是草稿 这是偷偷写的 让你方便理解而已 要插掉吗 它是留着给你 不意见 留着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图形 我现在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 增强 enhancement 就是增强 我现在人是什么 我都碰到 好 那以后我们就有一个默契了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VGS 正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N通道 给正的才会吸引出通道 正强强 我们是正强强 好 那么把它对照过来 夹子电压 那个 电流 对过来 对过来电压 一幅 有没有VGS 好 这个时候 电流这么大 电流对过来 二幅 VGS 二幅 可以吗 这个叫转换曲线 ID跟这个VGS的转换曲线 转换曲线 好 这个描述出来 同学要注意一个地方 这个是 ID 我们刚讲 饱和电流 因为这个是夹子电流 你把它用暂停好了 暂停 我们 我们